大地震造成花蓮市区天王新大楼及北冰街透天处等两栋建筑物倾斜 其中北冰街透天处金拙漏夜拆除今天能拆完 而天王新大楼的部分目前检方仍在勘验现场的结构 希望赶在今夜完成能在明天早上启动拆除作业 而届时如机具及人员充足最快能在三天拆完最满七天 怪手来来回回不断往建筑底部倒入硝波块和砂石稳定加固 花烈三日发生强震天王新大楼倾斜导致一名康姓女住户丧命 大楼瞬间成为刑案现场暂时无法拆除 建设小组和检察官会同济时一大早就抵达现场勘验财政 我们这边都没有预设立场 我们有调查结果就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就配合地检署这边再做一些现场的专心取样 把整个钢筋的一个数量做一个完整的确认 以便后续我们去做结构分析判定原始的一个 这个设计的上的一个建筑物的强度是如何 有没有符合当年的法规跟有没有暗图施工 根据资料显示天王新大楼是地上九层地下一层的老旧建筑 1986年取得使用执照 共有79户居住以套房为主 2018年花莲2月6号地震 曾因墙壁地砖被震损 曾经结构济师勘验后贴上黄丹 他有看到就是有裂缝 所以他们就是结构济师就会去贴黄丹 而且还有磁砖的剥落 那有经过修缮之后黄丹就是撤除 而根据了解天王新大楼的地下一楼 之前曾经出租作为酒吧招待所使用 是否因此影响建筑安全 济师也将勘验相关结构图来厘清 怪兽站在陡峭的瓦砾堆上不断的挖牙挖 位在北冰街的五层楼透天明宅 同样因为这次地震倾斜 房屋结构严重毁损 为了避免倒塌酿灾 重型机具连夜进行拆除作业 4日上午已几乎拆除完毕 至于天王新大楼得等检察官 勘验程序结束保全证据后才会拆除 要确实厘清究竟有无人为疏失 接着最后报道